超级英雄电影剧情中 有人被闪电打到之后 可能速度变快 或者是可以放电有超能力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58岁的庄居芳 是雪霸国家公园的保育志工 多年前在山上被闪电打到 还好当时是打到他的后背包 没有击重要害保住一命 他试过胸口连汤匙 或者徒手弯汤匙都失败 确定自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不过身体上 倒是有出现一些反常的情形 但一块看看 他的故事 你看 不过他现在因为 因为我没有神经 左脚的小拇指 大角度往内侧弯 明显地看出来是不自然生长 有没有 有一个浅浅的痕迹 对这个吗 对对对 那个是比较大的 衣服拉起来 背后有不少坑坑巴巴的伤口 这些都是雷神 在庄居芳身上留下的痕迹 刚好是走到离三角点 就在我大概不到一公尺的地方 地方就是 后面就刚好闪电打过来 从大坝方向打过来 那因为我太太走我后面 我走前面 然后我太太说 她头上就感觉一道关 从她头上过去 那她就打在 因为我比较高 我一直比较高 她就直接打在 我后面的包包上面 58岁的庄居芳 平常喜欢登山 并和太太一起担任 雪霸国家公园的保育志工 邻国90年 配同管理人员进行勘查任务时 突然遭到累积 因为整个身体都湿了 所以我就瞬间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电流很快地过去 然后就凑了一下 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是缺氧 然后就人就慢慢地 往后倒下去了这样子 大部分遇到的就是心脏瞬间的麻痹 暂停 所以当下就是会倒在现场 还好后面有背包先挡住 没有直击要害 但从照片中可以感觉得到 当时有多危险 整个铁罐都被烧成焦黑 所以打下我整个好像是那种 那种藤银架屋这样 整个就是烟 都是烟雾 然后我那个衣服 本来是湿湿的 已经试了两三天了 就瞬间都是干燥了 也是因为这样没有烧起来 如果说是干燥的话 我相信大家 因为我也看过雷琪的案子 如果是干燥的话 大概打下来 大概整个就冒火 庄居方回忆 当时昏迷了数十分钟 被扛到营地时才比较有意识 之后搭直升机 送往医院治疗 捡回一命 在临床上看到 跟其他的电脊伤 比如说高辅特的 高辅电的电伤 或者是比较低辅特 家用电的电伤来讲 这类的病人只要能救火 他反而留下后悔症 反而没有这些 其他高辅电电伤来得多 电流瞬间通过后 是从庄居方的双脚离开 其他部位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当初最担心可能要被解脂 我记得我醒来第一次 只是跟我太太讲说 完蛋了 我现在如果说 万一以后做轮椅的话 不晓得国家公园 还不宜 也没让我当制工业 不能上山了 那我就跟太太讲说 那你要跟国家公园讲 如果我可以做轮椅的话 至少让我到登山口 发个传单什么 应该是还可以做的 还好治疗过程一切顺利 两个月左右就出院 现在行动自如 被累积的人听说都有特异功能 然后杂志有没有说 那个汤匙会连在这个身体 我试过也是不会练 没有那个特异功能 汤匙也熬过也熬不了汤匙 我们临床上并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被闪电打到后 没有出现超能力 医学临床上也没有相关直接证据 不过庄区方还是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出现一点变化 因为我本身是环境教育人员 那有时候一场延长下来 可能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结果一般来讲一堂课大概弄了一支麦克风就很多 或是挺多用了两支 那我现在平均大概至少是两支到三支 就是我那个麦克风无线的 我老了之后它的放电会很快 消化电很快 庄区方现在都被朋友称作是最会放电的中年大叔 他笑说被闪电打到的几率已经够低 还能存活下来是难忘的经验 判罪幸运的事情了 真的有树木遭雷击 被硬生生结成两段 这就被打到的吧 这就被打到的 人被打到算是比较少见 建筑物的案例就比较常听到 修了三支 都是被雷 对 家住苗栗的刘先生 四年内被雷声光顾了三次 尤其电视真的是换了又换 家里刚好都有所谓的接这个电线 还有电视线 电话线 像这些线路都是非常容易导电的一个材质 一般我们的交流电波是很正常 如果雷击的话 它波形就会有所改变 因为它突然间电压升高 接收到超高电压后 面板当然承受不住 就容易故障短路 而一般插头上就算有接地线 主要都还是防止内部电线的漏电 对防闪电来说效果不大 第一个我们就是在我们最重要的开关箱 大的开关箱 我们做好我们的接地的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把电器的插座把它拔掉 让它没有导线能够直接到你的电器 那你的电器就不容易坏掉 在室内防闪电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紧闭门窗拔掉插头 户外的话也有专门的避难姿势 我们头部容易导电 所以呢我们尽量要把姿势压低 那蹲下的时候呢就是脚跟互碰 然后脚只有脚针脚尖的部分踩在地上 因为它会透过这个脚尖进来了以后呢 会透过另外一个脚尖又把电又传导出去 闪电传说百百种 但实际上住家被闪电打到引起火灾 通常被归类到其他种类 人直接被打到死亡 多数是属于心脏衰竭 没有专门的闪电项目统计 虽然无法算出累积几率到底是高是低 但基本的预防观念还是得有 大自然的恐怖威力不容程序